好 所以今天我們要挑戰坐輪椅回高雄 聽說啦 高鐵對無障礙這個服務特別好 我覺得高鐵站的是 你只要靠近咱們 他們就一群人圍過來要服務你 丁日如歸啊 看起來是已經有站輪人在預備了 我上車那段沒錄到 上車那個人超好的 好 幫你撈 好 謝謝 準備 小心喔 超讚的啦 下車也有人拉 坐高鐵你就算沒有說 你需要幫助 他們也都會準備好一些人 在車廂的入口那裡 反正這服務超好 好 所以今天我們要挑戰坐輪椅回高雄 基本上應該是坐高鐵啦 因為其他移動方式好像沒有很方便 所以我覺得高鐵好像聽說啦 高鐵對無障礙這個服務特別好 所以想先來體驗一下 高鐵很讚的是 你只要靠近咱們 他們就一群人圍過來要服務你 丁日如歸啊 腳斷了一個就變皇帝的感覺 你知道嗎 而且其實高鐵的電梯車上超大 就是你可以進來然後還會回轉什麼 所以我覺得對人員都還蠻友善的 也可能是因為我的時間吧 兩點多就是沒什麼人搶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別人的影片是 電梯每次都被搶走 可是我不知道這個時間 沒這個問題 我們上來也有桌子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桌子長這樣 先拉這個一下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本列車即將抵達終點站 左營站 下車時請記得您的隨身行李 並請留意月台見隙 看起來是已經有照顧人員在預備了 我上車那段沒錄到 上車那個人超好的 好 我要先調整一下我的煞車 好 我要先調整一下我的煞車 移動中 好 幫你拉喔 好 謝謝 左營 小心喔 謝謝 謝謝 超讚的啦 下車也有人拉 然後上車其實也有 可是上車那段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沒有錄到 終於有人可以幫我推輪一了 可是還好 其實我發現 這高鐵你就算沒有說你需要幫助 他們也都會準備好一些人在車廂的路口那裡 我上車的時候有個懶得來幫我 把我拉上車放到座位放好之後 好感人喔 確認我的煞車沒問題之後 還跟我解釋了一些東西 說廁所在哪裡啊 然後就整個怎麼樣 反正這服務超好 可是那段 我不知道怎樣 我相機沒按到還是怎樣 沒錄到 不然那個我真的覺得可以給他加薪加到爆 反正就是那個192班車 那個2月24號下午1點20在台中站上車的 那個第七節車廂協助外國人上車的那個員工 非常的讚 所以追班車的上下車的那個協助人員都超棒 你這個影片的主題是 提倡大家可以減少使用無障礙設施 像是電梯 我個人啦 我個人好爽好腳的時候 我都是絕對樓梯或手扶梯 但是因為電梯比較輕鬆 所以坐電梯我覺得不太好 我覺得捷運高鐵的無障礙就做得蠻好的 但捷運畢竟人流量太大了 所以它不可能說有專人服務 感覺你去申請應該也是有 好 好